他曾是空阶之城的内线灵魂,是篮球暴力美学的代表之一,多次入选赛季最佳一阵和最佳防守阵容,生涯末期流浪于多队,最终圆梦于丹佛高原。 他就是德安德烈乔丹,人颂外号小乔丹。 小乔丹大学时期就读于三流学校德州农基大学,粗糙的篮球技术使他整个大学生涯都不得不坐在替补席上。 期间他在淘汰赛阶段临危授命,被为以对抗凯文乐福的重任,结果他不堪一击完全落于下风,上场仅贡献6分和4个15。 在大一赛季结束后,小乔丹决定提前参加选秀,于2011年35顺位被快船队选中。 进入联盟后的两个赛季里,小乔丹一直不温不火,篮球基本功差的缺点被暴露无遗,而且他的罚球命中率仅有36%。 这样的局面持续到他的第三个赛季才被打破。 由于球队正选中锋克里斯卡曼在一场比赛中受伤赛季报销,小乔丹获得了顶替其首发上场的机会,并且很好地抓住了这次难得的机遇。 整个赛季场均贡献7.1分7.2个篮板和1.8个盖帽,他与状元篮格里芬的内线组合让快船队球迷看到了崛起的希望。 2011年赛季初,快船队通过交易送走卡曼、阿米努和戈登换来咖位十足的联盟第一空位克里斯保罗和两个2015年的次轮签。 保罗的到来瞬间让快船队从雨滥球队一跃成为西部豪强,而且他还带着小乔丹的使用说明书,他的到来彻底激活了小乔丹体内的篮球前置。 在之后的几个赛季里,小乔丹在保罗的加成下快速成长,经常奉献惊天格扣,他合格里芬的精彩表演长期轮流霸占着施加扣篮的榜首位置。 他们内线组合的统治力让整个联盟闻风丧胆,每个人都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背景板空接之城的称号,油然而生。 在此期间,小乔丹也获得了多项个人荣誉,在2013-14赛季,2014-15赛季分别以13.6个篮板和15个篮板连续两个赛季荣英篮板王,2014-15赛季最佳防守阵容一阵和最佳阵容三阵,2015-16赛季最佳阵容和最佳防守阵容一阵,2016赛季最佳中锋,2016-17赛季西部全明星替补阵容,最佳阵容三阵。 个人荣誉拿到手软的同时,大合同自然也不在话下,在2015年休赛期,小乔丹与快船队签了一份四年8760万元的续约合同。 尽管在保罗加盟后的快船队是季后赛常客,但每年的季后赛快船都逃不出被翻盘的魔咒,始终没法摸到西部决赛的地板。 于是心灰意冷的保罗和格里芬先后离队,保罗在2017年赛季结束后带着小乔丹的使用说明书加盟死敌火箭队。 失去保罗和格里芬的快船队瞬间失去竞争力调出季后赛队列,而小乔丹也原形毕露,技术粗糙并且自主进攻能力缺乏,彻底成为一个篮领中锋。 于是管理层为了加快球队重建速度在合同结束后便放走小乔丹。 2018年7月1日,快船队使第一篮板王小乔丹以一年2290万加盟独行侠。 独行侠生涯,小乔丹在内线依然具备统治力,赛季场均贡献11分和13.7个篮板。 但早在2015年,小乔丹的乔首信行为早就让独行侠老板库班心生不满,或者是为了报复小乔丹的行为,库班把只效力了半个赛季,但表演出色的他交易到尼克斯队换来波尔金基斯。 小乔丹只打了赛季剩余的21场比赛就被放弃。 2019年休赛期,旨在冲冠的篮网队与他达成4年4000万的合约。 在加盟篮网队之后,小乔丹因年龄的原因导致运动能力下降,在内线的统治力肉眼可见的下滑,再加上自身伤病不断,很快便被教练安排在替补席上,逐渐被球队边缘化。 之后先后辗转于胡人队,绝境队。 好在小乔丹的职业生涯有个完美的结局,在合同的最后一年跟随绝境队夺得2023年NBA总冠军,这一点就比很多众生无贯的球员好太多了。